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11月10號是中華民國108年國慶日 臺灣當天在總統府前舉行慶典 總統蔡英文以堅韌之國 前進世界為主題發表演講 蔡英文在演講中再次以反對一國兩制為核心 強調臺灣無法接受一國兩制 她說香港因為一國兩制的失敗 正處於失序的邊緣 而中共依然以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不斷威脅臺灣 並且採取各種文攻武嚇的手段 當自由民主受到挑戰 當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 我們就必須站出來捍衛 拒絕一國兩制 是2300萬臺灣人民 不分黨派 不分立場 彼此間最大的共識 蔡英文表示中華民國已經在臺灣屹立超過70年 一旦接受一國兩制就沒有生存的空間 她身為總統站出來首謂國家主權 不是挑釁 而是最基本的責任 同一天香港網民也發起庆祝中華民國成立108週年的 愛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十八區遍地開花活動 他們表示10月1號中共的所謂國慶是令人傷心的國傷 因此10月10號這一天要在香港各處高舉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 當天在香港屯門區的中山公園 有團體舉行升旗儀式 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冉冉升旗時 人們也揮舞著手中同樣的旗幟 旗聲高唱、中華民國國旗歌、梅花等歌曲 此外 在香港旺角、尖沙嘴、九龍堂、將軍澳等地 當天也都有中華民國的國旗飄揚 美國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 日前發表支持香港的言論 被中共黨媒大作文章掀起抵制運動 一些親共媒體也鼓動球迷 要在愛國和愛球之間選擇所謂的愛國 撕掉球賽門票 但是10月10號當NBA中國賽在上海如期舉行時 球場內觀眾卻坐無虛席 球迷熱情爆棚 完全不受黨媒的影響 有網友大罵 這是一幫口是心非的愛國騙子 也有網友評論說 所謂抵制NBA 只是黨媒安排的一場誘導民眾表忠心的愛國秀 另有網友澄清說 中國不全是狗奴才 只不過愛國賊可以堂而皇之 下面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前面… 谢谢观看